我们要进行的所有详细的细节 我是简单的跟各位讲 透过这个法障工程跟结界工程 那各位可以进行比较围观的部分 接着呢 你就找到自己的法门 禅经律秘 经教 或者生命学六科 怎么来进行 在这个部分里 我们有一个特质 有个特质 华严的修法 我们最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技术面 一个叫工程面 技术面基本上我们教你的 叫做心灵频率的稳定训练 有吗 那么工程面主要是华严经的诵读 以及来带领义工 领职事 这是工程面 那么在诵读的时候呢 要听经 华严经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是个什么样子 它到底在讲些什么 那我们要把这个部分解读 让你能够了解 那么技术面的心灵频率 要怎么样训练它稳定呢 它有个特殊技巧 假如你没有这些技巧 你没办法进行 那这个在以后 产生绿密的行法中 我们会一个一个的 来告诉各位 我想今天的部分 我主要讲到这里 剩下来的 就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你提出来不用客气 其他的部分 在往后的时间里 我会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谈 这里有两个问题 各位 还有没有要准备的 第一个 这个叫什么 我弟 他弟弟 现在53岁 患有肝腹水 于05年8月住院 至今腹水容不下 医生说 此病 乃 什么 什么 未客 不知佛法 能救佛 这个 医学 没有办法克服 佛法有没有办法 佛法当然有办法 那你叫他来学佛 这个病 患肝腹水 我告诉你 小case 找医院没有用 我在二十几年前 医生说我肝腰发 癌症末期 寿命剩下二十一天 你去死好了 就这样讲 我说能不能不死 那医生 那个病例 你试试看吧 然后就走出去 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剩下二十一天 那病例就丢给你 不管了 我还是去检查开刀以后 在开刀前跟我说 心脏要割掉 肝要割掉 肾要割掉 胃要割掉 皮要割掉 肠子要割掉 我说肚子里面还有什么 他说没办法 你就统统要割掉 我说这样能活吗 没办法 牵着牵着 所以拿他没办法 还跟我检查了一个月 还查不出什么原因 说叫我该死 结果开刀以后说不用了 留个全尸 要把我红回去了 我说你拿我开玩笑 那你是要二十一天 我说我是公务员 这个病可以请假一年 他笑话 你还活不到一个月 还要请一年的假 我说不死 那你去试试看 到现在 二十几年而已 不要理他 医生讲的话 好玩 他只是在考验你 你不要被他吓死 医生讲话 有一半是先吓死人 知道吗 另一半我就不讲 但是你不要被他吓死 没有必要被他吓死 你要告诉你弟弟 勇敢的站起来 不要躺在那里 住什么院回家去 我在住院的时候 家人要来照顾 我都不给他照顾 自己上厕所 自己洗澡 掉个点滴 掉个一大堆 自己来 那护士就在那边叫 为什么不叫家人 我说大家都在忙 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为什么要人家照顾你 你的生命那么可贵 自己来 站起来 活下去 不要想什么 佛法绝对有办法救你 问题要你自己来 生病不可怕 怕的是怕 你怕病就把你怕死了 不会死的啦 你看嘛 医生说那么多年了 05年8月到现在 已经06年11月了 一年多了 他要是起来跑步的话 早就已经跑到新疆去了 对不对 那些躺在床上 还是在那里 等死嘛 没有必要 勇敢站起来 第一个叫他发愿 活着要干什么 剩下的生命 请他好好的 诵经 拜佛 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他附水 拜下去 附水就跑掉了 你会拜佛吗 拜下去的时候 把你肚子的水挤出来 一天拜 一千两百拜就好 不要拜太多 留一些给别人拜 第二个问题 法界缘起 与阿赖也缘起 是什么关系 假如要论关系 阿赖也缘起 是法界缘起的一部分 那理论上要讲 这个问题就大了 时间要很长 法院中跟为师中 及中观的一同是什么 法院中主要要谈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佛境界 一个是成佛的过程 为师中在讲的 为师嘛 讲的是凡夫的心事作用 以及转化凡夫的心事 而变成圣人的智慧 他最有重点在这个地方 中观比较不在意凡夫的心事作用 而是要厘清 你直接进入法性的部分 那么法院在这个地方 涉及到中观的一部分 因为在法院的教学系统里 我们叫三段教学法 第一段就是人格性矫正问题 然后开始资粮道具足了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 资粮道有哪些东西 具足以后就要正得空性 正得空性之前都要用中观的方法 正得空性以后 那么起作用 一提起用 这妙用无方的部分 是第三阶段的教学方式 第二阶段是到正空性 第三阶段是一直到成佛 这三个部分 这个是社会同修所问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你假如要跟他修净土 那你就请教他 而且修净土是此世界凡夫了生死的捷径 这是他讲的 你相信他你就跟着他 你不相信他那你可以不要跟他 你相信他的法门就跟着他就好了 您却要求大家在此世界积极作为 结果岂不是 自他修逆 这个要求大家在此世界积极作为 要不然消极驱使 你活着还活着就活个痛快一点 不要活得那么痛苦 痛苦跟痛快只差一个字 我们是希望你既能往生又活得痛快 不要为了往生活得那么痛苦 我只不过是在往生的过程里 多给你一些快乐而已 也多给你一些为大众服务累积之良道 累积福得因缘 我们并没有叫你活得那么痛苦 所以我们心极乐不厌沙婆 沙婆你在这沙婆很多福报 你看到每个寺院都有修功德香 广众福田 谁洗功德 你这辈子修下辈子来用 你这辈子用的是上辈子修的 有什么好厌恶的 所以一个人长得漂亮 我很惭愧长得这么漂亮干嘛 怎么有这种想法 夫妻感情很好 你说我们也遇上生下辈子当鸳鸯 夫妻感情好是福报 你长得漂亮是福报 前辈子修来的嘛 你要供花下辈子一定漂亮嘛 你供一个石头看看下辈子变什么 佛教的很多设施都是要人家修福报啊 你这辈子来有这种福报 你来天经有这个法源 那这个都前辈子修来的 你会看到偶艺大师写的著作那也不错啊 那也是你前辈子修的法源啊 但是呢不要弄错了 心急热绝对没问题 不要厌沙婆 但是呢不是叫你执着沙婆 我这个厌啊应该跟你改为 当然我不是要改偶艺大师的著作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不要执着这个世间 知道吗 不要执着 你有福报 你不要执着福报 你看 假如有机会 与其自己吃 不如给那些穷人吃 对不对 今天要上馆子吃饭啊 看到外面有穷人啊 那能不能把馆子吃饭的钱省下来 拿去扶贫 拿去希望工程 希望小学 能不能 不是说人家要上馆子说 啊你照业啊 啊你吃什么啊 将来要还人家了 无常不是这样解释的啦 因果报应也不是这样解释的啦 我们应该要说 无常很美 知道吗 因为无常 我们才有成佛的可能 因为无常 我们才有往生的可能 对不对 所以无常不可怕嘛 你何必怕呢 因为无常我们才有成佛的可能啊 因为无常 所以我们二十年前那种苦日子过去了啊 因为无常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宴啊 应该要做为不执着沙婆 不是解释为厌恶 你来诅咒这个沙婆世界怎么会对呢 释迦摩尼佛怎么这么可恶呢 他来诅咒我们这个世间吗 你不被魔鬼了吗 释迦摩尼佛绝对不会诅咒这个世间 他来这个世间是要教化众生成佛 他没有来诅咒这个世间 他只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是虚幻的 不要执着我们要放下 我们到真实的地方去 是不是 弄清楚啊 这个厌制你要解释成厌恶或厌离的话 基本上你绝对堕落到地狱去 他不是愿你 他是叫你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这个虚幻的世界 不要执着这个虚幻的人生 我们必须放下他 到极乐去 这个解释啊 不表示我讨厌极乐世界 或者我讨厌净土法蛮 知道吗 各位弄清楚没有 不要误会 我们发言也有净土法蛮 甚至于还有大念佛蛮 我不会厌恶净土的 但是你这个字不要解释错误 否则你照厌 厌绝对不是厌弃 也不是叫你诅咒这个世间 他是叫你不要执着 前辈子修来的福报 这辈子可以享受 他福报不是罪过 福报要是罪过 为什么大雄宝殿前面都弄一个广众福田 对不对 那你就弄错了 这绝对不要解释错误 所以我不是叫你积极的造业 我是叫你人生活得灿烂 活得芬芳 我们满园芬芳 OK 生命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宇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因缘合合而成的 答案就这样子啊 不是谁创造的 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你可能会问说 哪些因缘如何合合而成 那你最好问天文学家 人类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了解生命是什么 到现在人类对于生命是什么 他的成绩是零分 我跟你讲零分 对生命的认知都零分了 生命的起源 他怎么会知道呢 根本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所以你还是学佛 进入我们所讲的生命观境里 你自然就知道 你是怎么来的 人类全体是怎么产生的 是很清楚的 你修学以后 你自然就知道 自然就知道 在我们修法里就看得很清楚 那你现在不要问得太早 因为知道也没用 所以我不告诉你答案 对重之后 发现人生的盲点是否 那是对方的 发现人生的盲点 那是你自己的 不会是对方的 OK 这里还有 时间还有吧 再讲几分钟 有修佛的人告诉我 什么叫有修佛的人 这个话就很外行 道教是邪门外道 讲这句话不厚道 可我接触过道教 佛道宣扬的内容 大同小异 你很伟大 佛教的内容 道教的内容 你都知道 为什么说道教是邪门歪道 我没有说 你去跟你告诉你的那个人 那个人怎么这样讲 因为那个人很外行 我们不这样讲 这个叫殊土同归 假如他所讲的道 是追求最终真理的话 那我们只能够说 语言模式不同 思维模式不同 你不能够批判人家 要有足够的心量 因为你不懂 所以你才这样讲 不过你 写的人 我是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他佛道两家 他认为内容是大同小异 可见他是很有成就的人 难道佛法不容 容不下你们所谓的邪吗 我们没这样讲 我刚才才跟各位讲 要统合嘛 对不对 我没有说不容啊 你不要因为一个人跟你这样讲 你就把我们佛教通通 一杆子打翻了嘛 对不对 你要问问看 那个跟你讲的人是什么人吗 这个不要一个人讲 你就自己气呼呼的 把我们通通骂进去 我今天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弄错 请问法师 学佛 学佛跟佛学有不同的含义 学佛是学者成佛 佛学是佛教的学问 这样弄清楚吗 这中国字就是这样 颠颠倒倒 此学和彼学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学跟学都一样 佛学是佛教的学问 学佛是学着要成佛啦 不要在文字上乱转 是否先对佛学了解领悟后 才做一个学佛的人 也可以啦 你想这样就这样啦 没有关系啦 因为你有那个因缘嘛 我是告诉你啊 直接修佛就学佛就好了 佛学不一定懂太多 但是你进来参加华藏工程以后 佛学自然你就懂 你不必再花费时间 因为法师讲 佛理佛气这一名词 所以才感悟这个问题 这个语言真麻烦 我不是骂人的啦 只是说你不要佛理佛气啊 二族是智言大师 建立法阶官老师学们 三族法藏大师 四族成官大师 就是清凉国师 请问法师 一族是哪一位 一族就是杜顺 杜顺 他又叫法顺 杜 杜一个木一个土啊 因为他姓杜 他法名叫法顺 顺 和顺的顺 顺畅的顺 开车不堵车叫顺 所以学法言都很顺 如何理解 现在是末法时期 乱来的人就是末法时期 不乱来的人就正法时期 知道吗 正法 项法 末法 不是外在的因素 是人性的因素 人很端正 都走正法 那就正法 你这个人不正 老是要歪 那就叫末法 你这个人很正 人家欺负你 你都能包容 会接纳别人 会欣赏别人 那就是正法 按理老师啊 好好的规矩不做 都要做不规矩的事 那就叫末法 尊敬的法师 谢谢你 我的父亲患肝癌 至今 什么期 医生讲 只有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你看我就好了 不要被他吓死了 这个什么 我想让他自己来 但他不信佛 不信佛我也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那不信佛我有什么办法 我跟你讲 佛教那么不可思议 你不信 不信就 就 就他自己看着办 他有办法 他自己办 我们人是这样子 你要懂得谦虚 懂得接纳别人 我们有信心 人生 自我决定 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要谦虚 不是迷信 佛教绝不迷信 那一种坚持不信的人 是天下第一迷信的人 因为他迷着不信 知道吗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是自己能够决定一切 但是他要懂得欣赏 跟尊重别人的决定 因为你会决定一切 表示你的福报 你有福报 你今天没福报 你做什么决定 你都会遇到挫折 知道吗 当你有业力的时候 吃豆腐都会被噎到 当你没有业力的时候 你不小心石头都吞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业力 所以当你有挫折 有困难的时候 就更应该要好好 检讨自己 还醒自己 接纳别人的意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假如我们不能够 随时提醒自己 来扩大自己的心量 跟见地的话 那基本上 你是经常要遇到挫折的 像我 还简单的讲 这个癌症默起 因为我的癌症 是在心脏下面 那个主动脉 要连到腎脏那边去 那个主动脉上面长了一个瘤 听说那一串 那一串 像葡萄一样 医生开了以后说 那怎么长这个样子 他说已经扩散出来 所以皮脏已经报销了 长得太大了 他再缝回去缝不回去 所以把皮脏拿起来 胆 胆也不行了 胆也被影响了 他也反正多余的 他顺便也割掉 不然他肚子 打开容易要缝 缝不起来 就把这两个拿掉了 其他他割了一个葡萄去化验 就这样子 他说这个人 中国人说留个全尸 就这样把我包回去了 就这样 我到现在还没死 告诉你要不死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要理他 我出院的时候 医生给了很多药 我都没用 都没用 后来人家药拿去 我自己就想办法 让自己都忙碌起来 多诵经 多拜佛 就这样 你不信 我讲有用 对不对 你要信 你就照着做 不要来找我 找我没用 不是我救你 是佛菩萨跟三宝 天皇固乏 救你的 我跟你讲 也是这样子 那你不信 不信你自己想办法 就这样子 不要迷信 绝对不要迷信 各宗派都有传承 修法言怎么找传承 找法言就找到传承 你放心 现在法言中到了第几组 看哪一细 有的到第43组 有的到第46组 OK 你的问题我答完了 你是 你是不是要问我是第几组 谢谢 谢谢 拜拜 敞 感谢您的观看